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话系统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新的问题 他整个的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进行分享 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对话系统 那我们知道对话系统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有两大类主要的对话系统 一个是任务型对话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开放于对话系统 像任务型对话系统 它其实主要是以个人的个人助手这样的一个角色 去进行帮用户去完成某一个具体的任务 比如说Survey或者Google Assistant 或者是天猫小蜜等等 那开放于对话系统 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偏闲聊 那可能也有一些 not grounded的这种类型的闲聊 当然不管是任务型对话还是开放于对话 它实际都会涉及到一些 一些单轮的这样的一个问答吧 然后我们讲就是根据任务型对话系统 跟开放于对话系统 在social conversation和完成任务 这两个不同维度上的一个能力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 就是开放于对话系统 它其实它的social conversation能力是比较强的 然后任务型对话系统 它的帮助用户去完成某一个具体任务的任务能力是比较强的 那具体来看呢 任务型对话系统 它其实会被分为四个不同的子任务 那第一个子任务就是NLU 就是natural language and outstanding 所以就给定用户的一个一句话 或者是给整个对话上下文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首先判断用户当前的这个intent 也就是它的意图是什么 然后去做一个stored feeling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把用户在这个上下文当中表现出来这种 有一些freeing的信息 sematic freeing的信息 我们把它提取出来 比如说对于当前这个用户的query来讲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start location和end location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就把它sort feeling定义为一个秘密实体识别 或者是一个sequence labeling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我们拿到这个sematic experience之后呢 随着对话轮数 因为对话毕竟是一个多轮 一轮又一轮的用户跟系统这样一个交互 那我们就是存在一个对话状态追踪 就是用户它在这个对话过程中 它状态发生了哪些改变 那这个模块子任我们叫做dowc tracking就是dst 那把我们拿到用户的这个状态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这个系统 这个对话系统就需要去决定下一步 需要去做什么action 那这个呢 其实每一步去做什么action 这个就是dowc policy learning 也就是这里的dpl 那这里有可能会设置到 我们需要把当前用户的query去 本地的一个知识库 或者是database去进行一个检索 然后拿到了结果之后呢 我们再去决定下一步的一个action是什么 然后一般来讲dpl我们是用 强化学习这个方式去做的 因为它涉及到跟外部的一个dowbase去进行交互 然后它也涉及到多轮的这样的复杂的场景 那下面呢 其实我把所有的相关的paper都放在PPT的最下方 大家可以去锐读相关的论文去获取更多的一些资料 那这里呢 我们觉得在dpl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这个dowc policy 决定下一个action是什么 那我们就需要把action 转化成我们人能理解的一个自然语言的形式 那就是最后一个 NLG需要做的就是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那这个就是把这个action 转化成了这样的一个自然语言 那当前在action是request airline 那转化成了一个自然语言 这个是which airline would you prefer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传动的任务型对话的四个 依次的此任务构成的 那第二个就是开放于对话系统 那开放于对话系统 其实分为两块吧 一块就是分为两种架构 一块就是encode decoder的架构 另外一块就是直接是and to and 比如是decoder olin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就是给一个对话的上下文就是contest 然后直接让一个模型生存回复 而这个时候它的角色更多的是提供一种陪伴 或者是一种开解 或者是一种开放于的闲聊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讲完了任务型对话系统跟开放于对话系统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两种类型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种类型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那对话系统的历史最早 其实是可以被追溯到1966年的Elisa 这样的由MIT取来的一种记忆规则的任务型对话模型 那然后就到了2015年的Socket to Circus的出现 那在2015年之前呢 基本上不管是学姐也好还是工业姐也好 他们大家关注的点更多的是 是在于任务型对话的发展 因为大家都最想的其实还是从需求中来嘛 那用户其实最大需求就是需要你帮我去解决在某一个具体任务 比如说订餐厅啊 订机票呀 包括这里的GOS和Alice 他们其实都是基于规则或者是传统的啊统计学方法 就是Machine Learning Driving的一些任务型对话系统 那在2015年呃有Ella提出来的那个Socket to Circus那样的 一个framework那开放于对话系统就像我刚提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呃对话上下文map到映射到一个对话回复的这样的过程 它天然的匹配这种Socket to Circus这样的一个呃框架 那从2015年之后呢 那其实就是开放于对话系统开始慢慢的受到更多的啊关注相较来说 相较于之前来说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开放于对话系统跟任务型对话系统开始独立的进行一个发展 因为Socket to Circus的框架的出现 带来了后面的RNN啊包括L-Stam GRU2这些模型 它其实对于整个的呃自然语言的上下文建模呢 有一定的提升 那也是能够对呃任务型对话系统里面不同的任务有一个增益 那这里的话2015年到2019年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啊任务型tod和odd 也就是任务型的形容开放的地方是独立发展 互不干涉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到了2019年我们知道就是PAM开始出现 就预设训言模型 像波尔的GPT他们开始出现 预设训言模型的出现是标志了一种新的新的范式 就是先进行预设训言在在下游任务上进行少量的一个微调 那这个PAM相较于这种Soccus 我们管它叫NL 它们的显示区别就在于在预设训言阶段 他们引入了大量的啊 在他们的参数里面其实包含了啊 包含了大量的世界知识 那这种知识其实可以被啊 泛化的不同的任务上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出现了 OK我就往预设训言的任务里面扔不同任务不同的数据 它就出现了啊一定程度的一个融合 那这种融合其实不是啊一蹴而就而的 它其实发生在各个层面各个任务 那稍后我们会详细介绍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说 任务型对话系统开放性对话系统 它是有一种相互融合的一个趋势了 那到了2022年 那大模型出现 包括比如说特别就代表就是XGT的发行啊 XGT的出现 那XGT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工作不仅是对话系统 包括GT翻译啊 包括文明摘要等等 基本上各个不同的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 都用XGT 都可以用XGT去进行解决 甚至它有的ZeroShot的能力 都比原来的Superwise的Sota要更高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LM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各个不同的任务 进行融合后的一个产物了 那在2022年之后 其实我们做对话系统 基本上90%以上的工作 都是基于大模型的一个对话系统 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对话系统的一个演变 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分享一下 对话系统是怎么由传统的基于规则 然后领域单一 然后它的语言也比较单一 解决的任务其实也比较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对话系统 进化到如今的这样的一个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它其实能够解决所有的任务 然后语言也比较丰富 比如XTV 它其实支持很多种语言 中文啊 英文啊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想想想帮助大家去理清楚 整个对话系统这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从而给大家带来新的 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对话系统相关的一个研究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OK 那我们首先具体来回顾一下就是 对话系统它是怎么去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最开始其实我们刚刚聊到 其实就是对话系统它有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 尤其是TOD和ODD 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对话系统 那早期的话其实都是基于规则的 基于MachineLending的 这样的一些对话系统 比如说Lisa GOS Alice 等等 它们都是Task Oriented的Dialog System 就是任务型对话 那第一个MailStone的出现就是 也是语言模型的一种突破吧 就是Soken toSoken的Network的提出 那代表性的工作其实就是LCM和GRU 那这个时候就像我刚刚提到 Open Domain的对话系统 开始吸引到大家的一个注意了 然后第二个MailStone的出现 其实就是Transformer 或者说是预训内语言模型的出现 就比如说Encorder层面 它可能就是Dort Decorder层面是GPT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预训内语言模型 那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们发现从传统的NLM 就神经网络的语言模型 到现在的这种PM 预训练语言模型 那它带来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它的任务或者结构 其实是在慢慢的变得 越来越复杂 它的任务其实是从单一个Domain 变成多个Domain 变成交叉Domain 然后结构的话 其实是从基于规则的 慢慢进化成基于RNN 然后再进化成Transformer 然后最终这些东西导致的 PM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PM出现之后 其实就开始发现 对话模型跟大模型之间 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融合了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讲PM的出现 就是预训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里面扔 往里面扔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模型size越来越大 那其实现在的 比如说Lana2 这样的模型 这样的大模型 它其实没有在任何的 只有在预训练阶段 可能会有混友对话数据 但是它没有在下游的 进一步的在下游的 对话数据里面 进行过Fantuin 那这样的话 是Lana2它也是有 这样的不错的 一个对话能力的 那我们不管这种叫做 就是三种不同的融合吧 最底层的就是Fusion1 就是任务性对话 和开放于对话的融合 第二个就是任务性对话 跟大模型 大元模型跟对话模型的融合 那还有一个融合 就是这里的话 其实我把它放在 推出话里面去讲 就是说不同的任务之间 它有一个融合 就是首先这种融合 一开始的发生 其实是在任务性对话里面 这三个这四个不同的 所任务里面发生的 就是NLU TSD DPL NLG 那我们发现把这四个任务 中的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去进行统一的建模 以一个end to end的方式 那它就会成为 一个end to end的任务性对话系统 那代表性的工作 比如说就是Solars 那当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软来的是这种 跟模块化式的任务性对话系统 慢慢的融合之后 成了一个end to end的任务性对话系统 那end to end 它其实跟我们刚刚聊到的 开放于对话系统的解决方式 或者说它的框架是比较一致的 那天然的就是说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 将任务性对话系统 跟开放于对话系统 进行融合 那这个的代表性 工作就比如说是 UNI-DS UNIFY 那这种融合方式 其实是 有非常多的 就是说 任务性对话系统 跟开放于对话系统 它有从任务性对话系统 它有从任务性对话系统 往开放于对话系统 这个schema去融 然后也有 相反就是 开放于对话系统 往生物型对话系统 去融 那这里的话 UNI-DS 举个例子 UNI-DS 它其实是 open domain的对话系统 往任务型对话系统 去融 什么意思呢 就是open domain 它其实原来的是 直接有一个input 一个output 但是它为了去 和任务型对话系统 的数据 能够一起进行训练 它给open domain的这些数据 也去设计一个state 也去设计一个action 那它其实就定义 好了一个unified schema 比如它是按照 任务型对话系统 里面那些数据的schema 去定义的 那也有相反的一个方向 就是任务型对话系统 往cantum对话系统 去融 那这个代表行程工作 就比如说qtod 就query based task-oriented dial system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是把 任务型对话系统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把它建模成 根据对话商场文 改写之后的query 去对那个dial database 去进行检索 然后生成回复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更多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们刚刚啊 说的那个servi 到底我们 我们最后在那个references 也列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二个fusion的话 其实就是说 啊大约模型 跟变化模型 它们之间的融合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 其实pm的出现 嗯 很多工作就开始做 在pm的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indomate 的翻车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dial model 那这里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就是gpt2 然后在做过indomate 翻车之后 它变成dial了gpt 或者cdialgpt 有很多啊 预训练的对话模型 那我们在这个scaling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pm 不断的去进行数据啊 模型size上的一个scaling pm变成了大模型 就比如gp2进化成了gp3.5 或者现在的gp4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 啊 当下的这个大模型 它本身其实已经可以 作为对话模型了 就是它其实啊 呃 在下游domain上进行进一步 微调的这个重要性 其实是被削弱了的 那现在的大模型 它之所以做进一步的微调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啊 做跟人类价值观的对齐 或者是做instruction following 能力的一个提升 那 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 一个indomate翻车 它就是从gp3.5 进化成了chat2t 这样的一个基于大模型的对话模型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话 呃 大模型跟对话模型 基本上都是 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国内的 或者是国外的 他们去发布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我们发布一个大模型 然后就会发布一个随之而来的 一个对话模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 两者其实没有之前说的 那么强大的一个壁垒 他们之间 呃 就是一种可能是狼身兄弟吧 或者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一个变化 ok 那我们讲完了 呃 任务型对话系统 和开发性对话系统 还有他们其中的一个演变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图 那 我们知道现在的chat2t的出现 它其实不管是social conversation 还是去帮用户完成某一个具体的任务 它两方面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 呃 是处在这个图上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 我们就想说 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啊 基于大模型的对话 对话系统而言 啊 我们已经观察到 他们是可以非常轻易的去 通过我们之前设置的图灵测试 那 我们现在有什么更更好的一些研究方向 或者是 我们未来 他们会 啊 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该往何处去发展 那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 首先去看一下 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那 首先 啊 我们看到就是 啊 其实我们在人在进行对话的时候 去 啊 是主要有三个不同的 啊 对话的一个flow 就是一个对话流 那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它其实主要就是有这三个不同的对话流 就是分别有图中的三个不同的圆川 那首先就是里面这两个圆圈 然后外面整个那个大圆圈 那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啊 三个工作吧 那首先就是左边的这个啊 里面的左边这个小圆圈 它其实就是内部的就是给定这块上下文 然后我们通过大模型去进行prompting 因为大模型它一个显著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可以通过prompt engineering 去获取到很多的啊 丰富的信息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通过prompt 去可能获取到用户的emotion啊 心理状态 或者是中间的推理过程啊 比如说任务性对话里面 dow states等等 那这里的prompt 它可能是多步的 或者是你有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prompt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基于这种内部的prompt 得到的一个结果和对话下文 我们希望这个对话系统 生存一个对应的回复 那这个这个对话流 呢我们管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个 一个一个交互 因为这里它不设置到任何跟外部环境的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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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 那右边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给了一个段下文 然后我们需要去让大模型去判断 你需要去使用哪些外部的不同的knowledge source 那比如说任务型的话 它可能是diabase 然后还有Persona 还有Document 还有用户的memory等等吧 就你是需要去跟外部的这些不同的支持库 去进行交互的 然后把这些支持库可能利用一个retrieval 然后去把对应 从对应知识库里面抽到evidence 然后最后再生存回复 那这个就是外部的就是右边这个 里面这个小圆餐 它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整个外面呢 它其实就是内外的内外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你既要去考虑到通过prompting 不断去丰富你的语义信息 丰富你的用户的一个了解 然后你也要去根据外部的不同的source 去进行交互 那这里呢 主要就是分为这三个角度吧 去给大家分享三个不同的论文 那首先呢 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 就是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交互 应该怎么去做 那这个呢 我们是发表在MOP2023年的QCOT这篇论文 就是Channel sort prompting for responcing to in-depth dialogue questions with LLMs 那具体来看呢 就是传统的大约模型 去做对话任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直接把对话上小文 map到一个response 那它其实是忽视了整个 对话上小文里面蕴含的 丰富的用户的这样的 语义学上的一些线索的 那比如说 用户是 在整个对话上小文中表现出来一种 焦虑呀 或者是 开心呀 等等 不管是情绪也好 心理也好 或者是 甚至是用户的性格特征也好 那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看下面这个对话 就是 有人知道黑以资本 然后黑以资本是一大部分 然后黑以资本投资的领域是什么 那我们从当前这个对话里面 我们就可以能够capture 快速的capture到用户的一个性格特征 可能就是他的 求知欲强 然后关注新兴事务 然后他可能比较关注经济问题等等 这个就是他用户在 这个对话上小文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性格特征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 性格特征之外呢 我们就可以去plan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回复 那这里给一个例子 就首先 我们给这样的一个对话下小文 然后去让大模型去基于这个对话上 去推测用户的一个性格特征 那比如说这里用户他问了 有哪些你觉得在生孩子时应该知道 却没人告诉你的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准备生孩子 那这个时候大模型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promise 他就能够推测出来用户是一个注重细节思考周到 然后比较关心个人健康孩子的健康等等吧 然后同时也可以看出用户在生孩子前有一定的交流不确定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大模型呢 其实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他推理到的东西 都是由理可有据可依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推理出来用户当前他的 除了问题之外 他的一个状态 他真正的问这个问题 他的背后的一个motivation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让这个大模型或者说让这个对话系统去基于我们刚刚推理出来的过程 结果去先去对他的回复进行一个规划 那比如说我们就prong大模型就是说 基于你的推测你的回复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那大模型他可能就会回答说 在对话风格呀需求偏好呀情绪状态呀 沟通方式呀等等 他都需要去进行一定的考虑或者是建模 那这个就是呃 我们对这个prompt在系统 对话系统在系统测 他需要做的一些考量 然后我们最后提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呃 这个样子就是呃 传统的standard prompt 就呃就直接输入一个对话上线文输出 就是他的回复 然后我们提出一个叫OQ和MQ 两种对话上面的呃 COT 那OQ的意思就是说 我直接在一次输出里面 同时输出中间的退理过程和最终的回复 那中间的退理过程呢 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用户的呃呃 心理状态啊 情感状啊 情感状态啊 情感状态啊 还有他的啊 性格特征啊 等等 那MQ呢 其实就把整个OQ的这种中间退理过程 step by step 就一步一步的进行输出 那这里呢 就首先第一步我们就去推用户的状态 然后第二步再去进行啊 系统回复的这样的一个生成 那MQ相较于OQ有一个显著的好处 呃 第一个好处其实就在于 MQ它是能够啊 把我们的命令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因为每一步你只需要关注每一步的命令而已啊 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需要去规定他 像OQ那样你第一步输出什么 第二步输出什么 以什么样的格式去输出 那他的instruction相对来的比较简单的 然后第二个优势就是说MQ 他所推理出来中间的这些过程 中间的退理过程 比如说用户的状态 你是可以修改的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他 推理出来的东西觉得不对 或者是你可以往里面加入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 啊 本地维护了一个知识库 关于这个用户之前的一些交互历史 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些label 我们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 其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的中间退理过程 可以作为我们fue shot 也就是说demonstration 选取的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 在做MQ的时候 他第一步是基于这个对话上下文 去进行选取demonstration 那第二步的时候 他可能就基于他第一步 推理出来这个结果 就是status 去进行demonstration选取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OQ跟MQ 它们两个的一个显著的区别 那我们是构建了一个batch bug 它包括两个语言 就是中文和英文 六个不同的数据集 是三个主要的维度吧 一个就是personality 一个是emotion 一个是psychology 然后每一个维度有两个数据集 然后我们在zero shot和one shot 上面都做了实验 这里one shot 是因为我们由于 之前做实验的时候 大模型的上场文窗口 还没有那么长 所以受限于整个的输入的一个长度 我们只能在对话这个场景下 做one shot 这样的一个验证 然后one shot的这个场景下 我们做了demonstration的选择的话 我们做的是random selection和top1 selection top1的话就是我们基于port 计算出来的一个相似度 去进行选择的 那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实验得到的一些结论吧 我们实验室的使用chackpt去做评估 去计算它的win rate 当然我们也做了自动评估和人工评估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分享一下就是chackpt做评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更多的结果大家可以去看的来的论文 然后我们是用chackpt去访 反正反照wekuna的那个评价的设置 就是同时给两个response 给一个一对response 一个是我们的方法 另外一个可能是based side的方法 生成的回复 那大部分人去给一个分数 比如说0到10 分别去给一个分数 然后判断哪一个更好 OK 然后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的win rate是超过50%的 都说明我们的话其实是更佳的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图 分别代表中文和英文的 这两个不同的数据集上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的情况下 我们的方法其实都是比based side要更好的 那具体来看 中文的大模型呢 它我们是在Ballychackpt 和chackpt三个做了实验 那Bally的话 它其实上下文 就是常文本理解能力是比较低的 然后它的instruction following是中等的 然后chackpt它是 常文理解能力是比较中等的 但是它的instruction follow能力是比较低的 而chackpt它的两个能力都是比较高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我们是4月份左右做了实验 我们这里使用的 都是Ballychackpt最早期的版本 它们的新的版本可能会有 就是能力上的一个飞跃 或者是效果会更好等等 那这个我们就留在之后的工作上 可能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探索 那英文的分析呢 大家可以去看原来的论文 那这里我简单做一个回顾吧 就是首先我们是用chackpt 去作为一个锚点 就英文和中文上的一个表现 作为一个锚点 比如说英文中文上 chackpt的表现都作为0.5 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我们去把现在的一些模型去画在这个座标轴上 就可以有1234这个四个不同的一个领域 区域吧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模型 包括帕卡和Bally 它其实都是可能是中文能力 英文能力都弱如chackpt的 然后只有少部分的模型 比如chackpt或者是维库呢 它的单向能力是特别突出 是能够超过chackpt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模型 就是它所有的能力都是超过chackpt的 还有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推测有三种不同的路径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 或者说帮助我们获取到 能够在四这个区域出现的一个大模型 那主要就是这图上的三种不同的颜色 那比如说第一种路径就是说 我不断的chackpt去扩充它的能力 那OpenEcon可能是这个路子 那Path2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 就我在中文的大模型上去进行 进一步的在英语语料上去进行训练 那第三条路径就是与此相反 就在英文的方式上去train中文的语料 或者其他语言的语料 那这个其实是都 这两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工作 那比如说Path3的话 它是有Chinese LamaChinese Kuna等等 那最后呢 那那 就到我们第二个工作 就是说 Safire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Safire的工作 其实是做的就是说 你怎么去跟外部的 呃 不同的sauce去进行交互 那这个也是被录用在YamaPing 2013年 那就是LargeLanguageModels SaucePaniel Postnest Knowledge GrundedDevelop 那这里其实就是说 大模型怎么去做 你使用 使用 呃 不使用知识 就是你 然后你使用知识的话 你使用哪一种知识 然后多种知识 如果存在这种dependency 或者是存在这种复杂的关系的话 你需要怎么去处理 或者说进行建模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说 呃 以左边这个对话场景为例 那对话下车文 里面就说 比如说用户问你喜欢 谁导演的电影 那对话系统说 我喜欢黎安导演的电影 然后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回复 其实就需要用 呃 跟这个对话系统相关的一个Persona 这样的一个sauce的知识 去进行回复 那用户再问具体有哪些呢 啊 对话系统回复 问户藏的少年派 那这个回复 他就需要用外部的 比如说wikipedia 或者是用啊 一个document 本地的一个document的 一个一个sauce去进行回复 那用户再说 给我推荐一个我喜欢的类型 那用户啊 那这个系统回答 根据你的观影历史 推荐你看少年派 那这个时候 他最后这种功夫 就需要去依据 用户之前的一个对话历史 或者说用户的memory 去进行一个回复 那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他这个对话系统 需要使用不同的sauce 去组合出来 具有不同属性的一个回复 比如说他需要去啊 进行个性化的 去进行一个提供一个upstated 然后提供一个可信的回复 那这个其实就取决于 你要去调用不同的啊 外部的这样的一个sauce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啊 social cheechat 他是不需要使用任何知识的 就比如说啊 用户问 请告诉 请给我讲一个笑话 那你实际是不需要 调用任何web的sauce 那你不需要进去给吹吹 那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建模 这样的一种场景 就把它们综合去考虑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我刚刚聊到 就是不同的sauce之间 它存在一种dependency 那这里的话 其实左边这个例子 他也说明了这样的一个 dependency 就是说你在去做第二轮这个document的选取的时候 你要依赖于你上一轮这个persona的结果 就是我喜欢李安导演的电影 然后或者是memory 它也是依赖于前面呢 这样的一些sauce的出来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这些不同sauce 其实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 那具体来看一个具体 具体来看 一个具体 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用户这里去问 how is your favorite food 那我们给这个document配的这个persona 可能是他是一个吃素食主义者 那他会去persona去搜 他搜到了这个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之后呢 那他需要去回复用户的这个问题 他可能需要去找外部的一个document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不考虑任何依赖的话 就是他和这个persona没有关系 我们不考虑任何依赖 他可能搜到的一个结果是food contains meat or fruits 那他给出来回复就是i like to eat meat 那这个时候跟他的人设其实是不相互的 那对用户的体验是比较差的 那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document 就是document他是有这种depensing 我们就能够去比如说搜搜搜到这种啊 比如说素食主义者喜欢吃水果跟蔬菜 这样的一个符合他人设的一个document 那他给出的回复就是符合人设就是人设一致性的 那这样的话用户的体验就会更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基于persona和document之间 他们他们俩可能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depensing 这样的依赖关系 那在现实生活中啊这样的依赖关系是更加复杂的 而且他的场景是更多的 比如说document portfolio memory等等 那为了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框架 我们管这个框架叫safari 那我们整个safari框架呢 他其实分为三个不同的啊 步骤吧 第一个就是planning 第二个是retrieval 第三个是assembly 那第一个planning呢 他其实做的就是说啊 我要去规划当前这个对话杀手人 我需要去使用哪些啊知识库 或者是不使用任何知识库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把整个任务呢 啊formulate成一个safari generation的一个任务 因为现在都是啊语言模型嘛 然后我们是把不同的sauce 甚至是包括不使用任何sauce的情况 都看作是一个特殊的token 比如说不同的sauce 代表不同的token 然后不使用的话就是一个no 那我们需要让这个语言模型去生成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token的序列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token的序列去进行执行 就不管是就按照你从前到后这样的顺势去 依次去从啊对应的一个sauce里面去进行抽取 那retriever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啊啊 independent的train的啊 retriever比如说dpr 去进行一个抽取 那最后呢就做一个assembling assembling就是把所有之前的这些啊中间结果 给这个语言模型 然后让它去生成最终的回复 那整个框架呢 既可以用superwise的方式去实现 也可以用unsuperwise的方式去实现 具体来看的话 superwise我们是用一种end-to-end的一种方式去进行训练的 那我们的输入呢 就由这个图所示 就是输入的话 就代表了history 然后就是它的sauce name 然后是它抽取出来的结果 然后是它的response 然后它的输出这个label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loss上做了一些改动 就是我们的loss只加在它的sauce name 和它的sys response上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整体上 以一种end-to-end的方式去进行训练 然后answerwise就比较简单了 answerwise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通过prompting的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再去让它去做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知识库以及对应的描述 然后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依赖关系 也给一个描述给这个大约模型 然后直接prompt大模型去生成 对应的它当前这一轮需要调用的一些sauce 然后也是按照顺序去进行输出的 然后assembly的话就直接让大模型去扮演系统 这样中华系统这样的一个角色 上去生成这样的一个回复 ok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三个不同的步骤上 safire的一个表现 首先就是planning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就是superwise的chartgm 是大于superwise的belly 然后是大于unsuperwise的chartgm 然后也是大于others 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看左边planning的结果 就是在我们发现在没有进行任何训练的情况下 它的planning现在的大模型 即使是最强的下期pt 它的planning能力也是弱于寸过的 那尤其是在incontest加入之后 它的planning能力其实是没有得到进一步增强的 也就是说incontest在planning的这样比较复杂的任务上 它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第二个啊 步骤就是retrieval retrieval的话 我们是使用啊dpr reptqv2和bml5三种啊 做我们的测试 我们看dpr的效果实际是最好的 然后这里的dpr我们是fantum过的 然后assembling的话 它最后其实因为assembling的performance 其实是高度受到前面两部的影响的 然后assembling整体上来看的话 它的superwise value是大于superwise的恰迹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chatgpt的啊 这个assembling的结果其实是还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pc和kc pc和kc分别代表就是人设的一致性和知识的一致性 那我们发现就是在给定它的啊 相对应的一些一些知识之后 它它的grounding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就chatgpt而言 然后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限制它的其实还是第一步的这个planning 和第二步的view ratio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想说有没有更好的一种planning 的一种一种一种方式去进行啊 去帮助大门去规划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说 ok我们不仅仅就直接基于对话上校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通过大门去promise 一些内部的信息去丰富啊 它的整个的决策过程 那这个就引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 就是tpe 就我们啊 towards better compositional reasoning over conception tools with no people not collaboration 那我们就想使用一个多个人设的啊 或者说多个大幕型协同合作的 多个agent的协同合作的这样一个框架 去帮助大幕型更好的去做好这种 reasoning 或者说planning 这样一个啊 过程 那首先呢 就是说啊 我们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一个 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之前是说啊 这些大幕型是要去跟不同的外部的一个sword 去进行交互 那这些sword呢 我们再深入一点 就是说这sword 到底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我们认为这个sword它其实就是一种工具 那工具 它被在film在09年的一篇论文 它是这么去定义 an object carried over muchain for future use 那它其实是在一种 是形容一个工具的物理属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锄头 或者剪刀等等 那现在我们一切都上云 或者是互联网化 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app 它们可能都是背后都是一个progress 或者是一个虚拟化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些tool 其实更像是一个有具体功能的 就比如说一个抽取器 一个计算器 但是呢 除了这些有具体功能的function tool之外 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conception tool 就是它是不是功能性的 它就是一种认知上的一种一种概念 来帮助我们人去理解或者是 研究这个社会的 那具体来讲 我们wikipedia有一个更官方的一个解释啊 那这里我附上 我这边读一下就是 by extension concepts which expose semantic se semantic or investigate source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ools 就是这种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系统的 或者是研究性的这种观点 这种概念 它都是一种tools的一种形式 或者比如说下面 similarity or decision making processing to help women and their partners make confidence and inform decision when planning where to go birth is described as a birth choice tool 也就是说 tool它的这种concept tool它的这种概念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认知上的 或者是一种decision mak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对话中使用的不同的策略 使用到的不同的素质 它其实都是一种概念上的东西 比如说在教学系统里面 或者在心理治疗 在谈判 这些对话场景下使用到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在教学里面 我可能用过要老师会先提问呀 在单轮里面老师就可能会先提问 然后再指导 然后再提问 然后再指导 或者在抚慰这个学生的心理情绪 就是它在单轮里面 或者是多轮里面 他都会要用这种不同的对话策略 去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那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 除了function tool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tool的类型 就是concept tool 那他具体指的就是一个 我们人在脑海里面 或者在认知层面设计出来的一种认知概念 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系统性的去理解 或者是去研究这个word 那我们讲就是说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让大语言模型 怎么去学会使用这些不同的tool 来跟复杂的外国环境进行交互 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场景上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实验 或者说进行我们的一个验证 那这两个场景呢 分别代表两种典型的概念型的工具 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就不同的tool 不同的source 就是比如说memory,document,persona 那第二种就是不同的species 比如说老师需要先trust 然后 decompose 然后hinger 然后question 等等吧 那这里举个例子 那看右边这个图 左边就是moshi source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用户对话是要回答用户这个问题 他需要同时使用persona和document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相较于safire的区远 我们这里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大原模型通过无监督的方式 怎么能够更好的通过prompt engineering去学习到这种多个啊 不同source之间它的调用的一个顺序 以及啊在不同的场景下你可能只需要一个或者或者不使用的情况 就通过prompting engineering的方式增强它大模型的planning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mortisperity 那mortisperity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系教学的这个场景为例 那老师可能会定义好就是啊这样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hint给提示 然后question 提问进一步的引导学生去思考 然后correction 矫正矫正学生的错误 然后confirmation 就确认啊 学生现在你思考的是对的 然后other或者是其他 那老师在跟学生的教学当中他会使用也会使用这样的不同的策略 甚至在同一轮当中就会使用多个策略 那这里呢为了解决这两种复杂的问题 我们是使用啊我们提出一种tpe 我们啊叫thinker planner executioner 就是思想者规划者执行者 那思想者就分别代表不同的persona 然后他们三者之间以一种合作的的啊 协同合作的一个方式去共同完成这样复杂的问题 那最上面这一行呢是代表multi source 下面这一行呢代表multi strategy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而thinker他的作用就是说 你先去推导出来用户当下的一个内部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他的心理啊情感呀 然后再去对你下下面的这两个啊 执行你给一个啊 草稿就是说你先应该你先需要什么 后需要什么啊 为什么需要你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 然后planet和excuser呢 就是说你根据thinker他的这个规划 就是我先做规划 然后你再去啊 先做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构思 然后planet呢就去做一个规划 你具体的要怎么去啊 你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第二步应该做什么 要比如说这里planet 他可能就说啊 先做一个plan 就是说我先去从哪个地方去chill 然后我获取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plan就再从什么地方去chill 然后获取到又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今天这种啊 参数的这种argumentdependency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excuser呢 就只负责最后的一个执行层面 就是你这里的retray我 我都给你帮你帮你去执行 然后就执行到呢 最后我再生成一个回复 那这个就是一个从上到下啊 他不站着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先是啊 比如说老板的ceo 我先提一个规划 然后先提一个战略构思 然后交给下面的人先去做一个商业规划 然后规划完之后呢 再有一人去执行就一个啊 层次型的一个结构 那mustrading呢 他这里有一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thinker他的角色还是一样的 就是先推理然后给一个草稿 然后这里由于在mustrading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啊 在单轮里面这个度化系统可能会同时使用多个不同的 多个相同的strading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的老师在 给这个学生答疑解惑的时候 他可能会使用啊 先提问再安抚你再矫正你 然后再提问 然后再安抚你 再矫正你等等嘛 那或者在心理治疗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涉及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在同一路里面 他会有多个相同的strading的使用 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老师上 他就会第一个也是question 第三个也是question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其实不太适合把这个planner 和executioner去进行捷偶 因为捷偶的话 你的执行者 你在去做生存回复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也是question 第二个也第三个也是question 你的输入都是对话上下文 那他就很难去capture到这 所以两个不同的question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内容上 是否应该有什么区别 那这里呢我们就是把规划的跟执行者 直接合并成一个一个人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依次的就先去规划 就plan我这个策略是hint 然后再去do就执行 直接去生存对应的回复 然后再去plan 然后再去do再去生存回复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所有执行者生存回复拼接出来 就组合成了最后的一个回复 那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tpe的一个构思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三个不同的数据上做的实验 分别一个是focus 就是moji source的 就是多个不同知识库的两个对话回复生存的任务 另外呢 就是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教学场景 一个是心理治疗场景的多个 啊对话策略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那首先呢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图 用我们这种相较于之前这两个数据里面的superwise的方式 我们的unsuperwise的方式 其实提升基本都在十个点以上 所以说提升还挺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unsuperwise的场景下 我们的方法相较于之前这些啊 仅仅关注在functional tool的呃呃 bassign里面我们的方法其实也是更优的 就是取得的效果也是更好的 另外的话我们其实是第一个把这种啊 就是引入这种conceptual tool的概念也是第一个 把之前的这些ture learning的比较啊搜他 或者说比较public的一些一些一些方法应用在我们conceptual tool的这个这个场景下 那相同的趋势呢 我们在pfsqa上也就是心理质量这个数据上我们也观测到了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呃这个文章的复录部分 其实还是做了大量的呃啊 啊消融实验或者是分析 还有以及也对比了他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损耗的情况 比如说open ai他的一个token cost 他花费的具体的一个花费 欢迎大家去看具体的一个论文 那最后呢讲完了就是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他的一个一个内部的外部的以及内外交流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其实啊大模型的基于大模型对话系统 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啊啊 智能体的一种特殊形式 那比如说我们讲智能体 他其实也是有这两个不同的模块 就是怎么去跟啊内部的机制什么样子 外怎么去跟外部的环境去交互 比如说有非常火的论文react reflection tot 他就是内部的不同机制的一种写作 那外部的话就是比如说webshop internal code 就跟外部不同的环境 跟比如说啊一个电商呀 或者是一个code的编码器呀等等 那在语言模型向智能体这里面去进行 演变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到智能体 他需要去具备的一些属性 那比如说他的 reasoning 他的acting 他的memory 他的decision making 那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是不是这些模块都做好了呢 就比如说大模型的 基于大模型对话系统的一个 reasoning acting memory decision making 这些不同的情况 那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工作呢 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 介绍吧 做一个早期的一个探索 那这里的话呢 一般我们去理解这个 reasoning acting memory decision making的时候呢 我们讲 一般来讲 reasoning 他其实就是一种 自然语言处理的 一种自然语言的一种交互 也就是说我们常聊的一种 proping and reviewing 就比如说COT self consistency 等等方式 其实都是增强 reasoning 一种一种手段 那activity呢 其实 呃 语言模型他在不停的去生成 下一个token 那他生成token的这个部种 他其实就是一种最小力度的一个action 就是说我 我当下的这个action 就是决定生成哪一个token 然后我又可能会有更加粗力度的一些action 比如说一个sentence level 或者是argument level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activity 其实更多的就是猜他在去执行这个token generation的过程中去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decoding 它其实就是一种decision making这样一个过程 那整体上我们讲就是基于大模型的对话系统 它其实在不同的维度或者不同的方面 它其实都需要有更多新的方法 新的benchmark或者是新的一个应用的 那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我们讲今天讲这几天工作 它放在agent这个维度上去理解的话 就是说 一个是prompting 就是qcot 它更多的关注在内部的通过prompting and generate的方式去获取到更多的一个信息 从而去生成更加个性化 更容易被用户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回复 那acting就是说你在token级别的你怎么去规划我们不同外部的这个source的一个使用 就比如说safari 那当然还有近期的一个工作 比如说selfreact 它其实提出来的思路是类似的 就是也是用token去做它的action的一个规划 那还有memory memory我们理解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词上去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种customer tool 那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知识库 或者说它的存储内部存储的一种文件的话 那它其实可以被视作是知识的一种 对 那还有一种memory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去不断的去提升大模型的上下文窗口 那这个是它单次能够处理的一个文本的一个长度吧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design making design making 其实就是刚刚其实聊到conceptor tool的定义 其实就是就是就是design making 其实就是一种conceptor tool 那这里的话是更加复杂一点的 就是我conceptor function tool 它们交叉使用 它们整个的一个 规划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resign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我们是提出一个tpe这样的一个框架 那最后呢就是 就是我把今天所设计到一些论文呢 都放在这个reference里面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可以去读这些原文 然后欢迎大家也可以在交流区里面去提问 然后我看到的话会直接回复给大家 然后最后就是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听这个talk 然后也非常感谢江门这边的邀请 那下面是我的一些code 然后奉沛一下的知乎 也欢迎大家随时找我交流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